不得不承认 目前除了虚拟货币的持续高涨之外 资本的介入 外加NVIDIA和AMD的两家独大 让本就动荡不堪的显卡市场 变得愈发的混乱 而作为普通的游戏玩家 要展在这样的局面中购买到一张显卡 无疑是糊口巴牙 所以为了缓解目前的这种病态局面 国内的一些厂商也是卯足了干劲 并在持续的发力者 而其中作为手握领先技术的天数至亲 就于近日公布了国内首款全自研的 7nm GPU Big Island 至于这张显卡究竟有怎样的性能表现呢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 来看看吧 其实不用说大家都明白 一款国产全自研的GPU 对于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更何况是在目前这个大环境下 而作为国内首款7nm制程的GPU Big Island就凭借着出色的解决方案 成为了业界的一匹黑马 距离来看在规格参数方面 Big Island将其台积电的7nm FAN F1T工艺打造 拥有2.5D CUWOS的封装技术 并将搭配台积电自研的65nm Interpresser中介层 提供了多达241个精管体 与目前的AMD的MR100相差不大 除此之外 它还提供了32GB的HBMR内存 提供最高可达1.2GB的存储带宽 支持PCI 1400x16总线 以及支持FP32、FPBF16、RNT32、168等多精度数据混合训练 而在整体性能方面 根据天数智星所展示的数据来看 Big Island的FP32性能可达37T浮电 FP16、BF16性能可达147T浮电 RNT32性能可达37Tops RNT16性能可达147Tops RNT8性能可达295Tops 另外Videocast还表示 如果在不使用矩阵空间的前提下 Big Island的FP32的性能将会远高于目前AMD的MR100和VDA的A100 而RNT8性能甚至还会比MR100快60%左右 但由于半精度计算能力有限 所以其实机性能应该还是不及二者 至于其他方面 Big Island将采用8PIN式电源供电 最大电流支持60A 板机共耗为300W 并将支持虚拟化方式 与此同时Big Island将不会提供主动式散热系统 全系均为被动散热 以此来保证更好的整合性 最后据天数至今表示 Big Island的本质其实算是通用图形处理器 也就是目前的GPGPU 与现在的N卡和A卡并不相同 而这种GPGPU的主要特性就是算力出众 所以广泛应用于那些高性能计算 R应用以及云数据处理的领域 当然从这些特点均可以看出 Big Island显然不是为游戏而准备的 BGHBMR显存 被动散热等等完全是大材效用 而这对于国内玩家而言 Big Island问世 不仅意味着我们掌握了可量产专业显卡的技术 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 而且对于芯片国产化 以及打破行业垄断而言 都具有重要意义 既然专业卡都有了 那么游戏卡还会远吗 所以重铸中华荣光 无备义不容辞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吧 那如果还想留起更多一些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烧机克 我是GHBMR 我们下期再见